香港大学请新校长 候选人有一位来自英国Bristol大学的 Matherson 马飞心 他递给香港大学的履历表登上报纸 里面有一句很多人掩着半边嘴笑 他会继续尽他所能协助乌干达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先不要笑得那么开心 可能你也想笑一下他 但我们尝试用解困新闻学 去看看这句话究竟为什么 老实说你也要拆开 要么他真的写错 要么他没有写错 当他没有写错 他真的就算做了港大校长 都会尽全力去帮助乌干达的时候 你能否接受到一个香港大学校长 他想尽全力改善香污关系 香港需要不需要去做这一件事 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他连自己的履历表 申请一份这样的职位的时候 都没有核对清楚 就出来了 你可以想想一个这么不小心的人 应不应该做香港大学校长 又或者其实反过来想 他有多认真 有多小心去申请这个职位 想到这里老实实 马飞心 不如你由头申请过 你想清楚 希望香港大学能够作出一个英明的决定 否则就算被他做到 也不放了一类 唉 陈生